这几天全省全国全各地都研究出各种埋人烧人的办法 有钱的给他点体面 弄个硬一点的纸箱 印上点喷上点什么图腾啊佛啊什么主啊什么的 然后多收点钱 然后烧的时候告诉他 这是单炉烧 然后你拿走多挣点钱 把他最后的一点血给他洗干净的 如果没钱的那就想办法把这个尸体消失的越快越好 然后向组织上申请点钱 那叫讲政治政府付点钱 反正政府钱老百姓来的 如果又没钱又没有政治价值的 那就告诉你 你敢胡秋埋你敢胡秋烧就抓你 反正一条死人有钱留下 没钱赶快埋 别打扰政府不要给党添麻烦 全中国人民都在享受到死亡的快乐 烧尸体的快乐 尸体的飘荡了整个中国大地 就连江西那地方说 在山上每天能闻到炒菜的味道 为啥呀 楼下山下都在烧尸体 那家炒菜的味道 中国人已经成了菜了 已经不是吃草了 中国人这个年过的 已经给全国各地政府回乡的 所有返乡的这些大工们 各个要都要首级上线 严格注意 所谓传播死亡真相 死亡照片 以免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 不老是就地关押 或者送进精神病院 就要全国各地在春节前迅速打扰 多地临时的 就是过去叫老改的 又已经恢复了 据压常说 过去叫清零隔离 现在叫做社会不安分子教养所 老教 记住 这个春节 中国得个几百万 几千万抓起来 大菜可能很快 要上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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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